快看,一只鲨鱼张着血喷大嘴,想要撕咬浅水的小哥,难道浅水的小哥就要这么被鲨鱼吃掉了吗?然而最后的结局,你绝对想象不到。那么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我们接着往下看,就在刚刚,几位小哥带着大量的食物来到了一片满是鲨鱼的海底。然而,鲨鱼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生物,它们随时都有可能对浅水的小哥发起猛烈的进攻。 然而,哪怕是穿着专业的潜水设备,在大海中的小哥们也绝对不是鲨鱼的对手,更何况这里的鲨鱼数量众多。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,这里的鲨鱼竟然没有一只对小哥们展开攻击,反而非常的温顺,吃着小哥们从轮船上带来的食物,并且任由小哥们抚摸,看起来非常的亲切。 然而,这温馨的一幕总是令人感到非常的奇怪,因为这是异常凶猛的鲨鱼,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血腥味,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将猎物撕咬成碎片。 但是听小哥说,鲨鱼之所以不会对它们发起攻击,那是因为它们经常带着大量的食物,前来这片海域对鲨鱼进行喂养。 这片海域的鲨鱼们已早已熟悉小哥,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就在前一段时间,一名小哥不慎落入了大海中,被一只年幼的小鲨鱼给救了。 被救的小哥非常感谢鲨鱼的救命之恩,所以经常带着大量的食物,来到这片海域对它们进行投喂。 哪怕是凶猛无比的鲨鱼,它们也是非常有灵性的,面对好心的小哥,它们不会发起攻击,可以看到。 由于小哥们长时间的投喂,使得它们有着非常浓厚的感情,时不时地在大海中和小哥们嬉戏玩耍。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,凶猛无比的鲨鱼竟然也会如此的温顺。 然而也正是因为小鲨鱼的善心之举,给整个族群带来了无数的食物,和小哥无比珍贵的游异。